在这侧面 哇塞 哇 今日份的佳餐 这个切出来像一朵云一样 我来吃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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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汤 这个17号 就要生鸡汤 开心开心 想吃这家生鸡汤 香 你力气很棒 我来吃一口 鸡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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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k juntos 大家ad 昨天又做了一堆 bagel 还是蓝莓 bagel 真的觉得它很简单 然后这次多做了一点 它一个配方是做四个的 昨天就把它加大了用量 所以昨天一共做了八个可以 其他的都冻起来了 然后放了两个在外面 我们今天就可以吃了 看一下它的里面 超级香 我用的是Trader Joe之前出的这个面包粉 还蛮好的 我做了好几次不同的面包了 我想吃什么呢 我就自己试着做一些 然后就还比较有乐趣一点 你看看 天呐 给你搞了一个糖性 看一看 你这杯果好好吃啊 非常的有粘性 你这中间可以放个薯饼 有点蛮嗨的 先用一个橘朵的腮红 浅浅的颜色 这不是广告 这是我一个朋友 试炼机的时候送给我的 这个色号是45 他就说很适合我现在淡妆的样子 确实它稍微有点飞粉了 我不是很介意 就是你可以狂涂 不会觉得怎么样 选一个 先跟大家看一下我的肚子 因为好像还没怎么跟大家看过 我今天是20周三天了 就是孕期过半 然后如果是正面看的话 好像还好 但是侧面 还是蛮明显 然后它是肚脐 也下面这样 有点点鼓出来的 我看大家说 就是到后期它会再上来 所以 现在还没有很圆的样子 然后我如果穿这种宽松的衣服呢 还可以 稍微的遮挡一下 就是不是特别的 看得出来 刚刚收到一个包裹 然后呢 想跟大家做一个开箱 这是我频道的老朋友啦 My Teresa 然后谢谢他们赞助今天的vlog 有点激动 又买了一个我开上了很久的一款 墨镜 是CELINE的墨镜 然后这个墨镜应该是去年夏天的款式吧 我之前没有看到过 然后突然被种草 这是它里面的眼镜盒 这个样子的 然后是这种圆圆的镜框 他们家就新的那个凯旋门logo呢 怎么样 我觉得还蛮时髦的 就是穿的简单一点 然后戴个这个墨镜 然后这个墨镜呢 它确实不是适合 你看它的这个鼻梁 就不是适合我这种踏鼻梁的 我已经买了这个墨镜的那种鼻拖 到时候给它沾上 但其实我戴上还好 也没有说它会使劲的掉 但是如果有个鼻拖的话 肯定会更好一点 还有白色和那个戴帽色的 我当时有点想买白色的 白色的也很好看 衣服都比较简单 然后我的衣服基本上都是比较黑白的比较多 或者颜色都比较简单 之前我是看到大家说这个还蛮难买的 那天正好在Mytharisa上面 直接就看到了它三个颜色都有 所以我就立马下单了这个黑色的 然后看一下 大家可能会意外 一条就是那种健身裤 Aloe Yoga的 就是这个牌子 最近特别喜欢就是这种天蓝色 很清爽的一个颜色 我觉得很好看 然后因为怀孕了之后 我基本上就裤子都不能穿了 从早期到现在 穿的最多的其实就是那种健身的 Legging 买比我平时穿再大一个号 穿上就很舒服 后面抽屉里面的牛仔裤 我已经全部都收起来了 因为我看说 就算生完小孩之后 好像盆骨会变宽 然后很多牛仔裤都没有办法穿了 先把它们收起来 然后到时候看恢复的情况吧 但是我自己觉得可能穿不了了 Anyways 基本上就是全部都是靠这种健身裤在撑 然后这个呢 我选了一个中号的应该 对 我待会儿跟大家一起试试看 件白衬衣 配一条白色的短裤 然后是Frankie Shoft的 它的这个短裤 我觉得应该是非常宽松的款式 然后平时我一般是穿XS 这个我买了S 待会儿试一下 我觉得还可以 就是穿上也没有很勒 当然可能孕晚期 如果肚子太大了 可能穿不了 但是我现在穿真的是刚刚好 可能因为我比较下怀吧 所以我觉得这样把它兜着 非常的舒服 也没有特别勒的感觉 幸好我买了中号 上面随便配一个就是白色的上衣 或者白色的运动bra就可以了 然后这就是Frankie Shoft的这一套 其实我参考了很多就是孕期的穿搭 发现衬衣真的很实用 然后这个衬衣呢 我选的是M号的 因为我就想要它一点那种oversize的感觉 然后这个短裤我买的是S的 其实你看还是可以看到肚肚 但是它这个一点也不勒 可以把一边衬衣这样扎进去 一边露出来 这边拿个包 就是很随意的感觉 我也很喜欢 那今天给大家推荐Mythrisa呢 也是因为它们有新年的活动 从1月18号就已经开始了 一直到新年2月2号 它们都有正价商品低至8折的活动 然后是那种满减的活动 所以我会把具体的折扣信息 放在下面的信息来 如果大家对我今天上升的单品感兴趣的话呢 所有的链接也都会在下面的信息了 那再次感谢Mythrisa赞助今天的视频 Fimp Do you have some beans I can buy? Yeah Do you have some beans I can buy? Disc класс? Declade Declade Good 芳菇燥味 嗯 今天又陪他来冲浪了 天气不错 我今天超级爽 因为我这个椅子 还有一颗遮阳 我可以躺在这个伞里 然后别人也看不到我 然后我还有刚才买的零食 开心哦 浪大都不行是不是 不是 也不是的 我感觉那个浪好大好大 很行吧 我看到你们过去 我感觉那个浪 哇 一开始有几个浪好大 对 翻过来我就看不到你 现在错 哎 好的 我们的车就停在到后面 今天超级幸运 超级幸运 其实有点冷了 快走了 我朋友送他的圣诞礼物吗 对 一个这个 哇 怎么样 直接像一个 哇 那这样就很方便了 以后 绝了吧 在大厅广众之下 洗澡 哈哈哈 这里有一只小C哦 哇哦 这个人冲浪是不是要让他 看到他了 我现在回家了 然后今天准备要做川味麻辣牛肉面 里面会用到的那个牛肉 我每次呢都是用就是一整块那个牛腩做的 今天做的时候正好想给大家看一下 他炖差不多两个小时 所以做完了呢 我打算给他封起来 之后比如说中午啊 或者早上吃面的时候再把它拿出来 今天晚上应该不会吃它 其实每次我就做这个 最难的就是切牛腩 因为它里面很多那种筋膜什么的 就很难切 现在呢正在给它焯水 洗锅给它洗干净 然后这些都是会用到的调料 姜葱蒜 香叶 花椒 八角 然后一点辣椒 我们家这个辣椒买的超级辣 所以我不敢放多了 不然你可以放那种一大把 而这个花椒是汉原花椒 冰糖的碎 还有一点了 本来是用白糖的 这个应该也可以 提线豆瓣嘛 一定需要的 这是一样的调成黄色呢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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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芥末 stuff 长了一个亢 alt 我觉得你从来没长 我也没有怎么长过溃疡 然后我在那个溃疡上面刻了个片 然后那个片就能够拦截它 但是听上去的时候会有痛 因为它太过河了 它其实挺酷的 听上去它就会形成一个薄膜 然后薄膜就把那个伤口给盖住 然后它就可以慢慢恢复 然后你吃饭什么的就可以正常的吃饭 但是它最痛苦的就是前面的那一会儿会 这个药还不错 推荐给有溃疡的你 今天在韩国超市买的这个 应该是西葫芦吧我觉得 虽然写的韩文 product of Mexico 昨天晚上在抖音上面看到的叫做胡他子 就是把这个擦成丝 加鸡蛋和面粉烙饼这样 然后今天正好看到它这个菜 好像还蛮新鲜的吧 就买来试一试吧 我觉得就这个细一点的 应该可以 这个好像有点太粗了 然后他说放一点盐 我家没有五香粉 所以我放点花椒吧 应该就是让他要出一点水 先让他拌一拌 差不多等了有十分钟了 看不见我这个只出了一丢丢的水 我感觉他当时出了好多水 不过就这样吧 我也不想再等了 因为要吃饭啦 什么在香 什么都没做呢 不知道 咱们就是可能是这个 对 那个牛鸡 好 我来帮你 不用了 我来给你按摩按摩 你给我按摩 噢 噢 他说最后要是这种细细的状态 我感觉应该是可以 馅 我的饼都摊好了 然后今天还有两个菜 炒一个这个绿豆芽 然后再炒一个青椒鸡肉 然后我用的是鸡腿肉 我去了皮 然后尽量去掉了所有的脂肪 但是这上面还有一点点 因为我觉得鸡腿肉炒起来比较香 然后这个辣椒 今天用的不是虎皮辣椒 是那个chishito pepper 所以我姊妹我去的特别干净 因为它不是特别的辣 先炒豆芽 再炒鸡肉 先拿一杯饼吧 我看到他们说是用这个蒜泥的料 这个饼粘这个吃对 我觉得可以先这样 burrito吗 哇 天呐 开心哦 好好吃 我们现在吃饭的地方也变了 到这个桌子上来吃了 因为在那边 杰伦怕我约不下去了 约不下去了 这个饼好好吃 其实我还好 我那天看还有一种做法 我这不是也买了包菜吗 嗯 包菜切丝 然后做鸡蛋饼也可以 很好吃 我发现好多醋 很好吃 哦 好酸 我喜欢 有种在吃饺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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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了 我们俩不胖谁胖 我胖啊 你俩不是胖 每一天都可以吃得非常的干净 做多少就能吃完多少的量 今天的早餐 很香很香的芝麻面包 它外面好硬 然后一颗奇异果 还有一颗水煮蛋 还有一颗水煮蛋 嗯 芝麻包好香 浓浓的芝麻味 就是有点费牙 今天中午准备吃面 昨天的牛腩 现在正在主庙刚打好这个调料 现在正在主庙刚打好这个调料 现在要点汤 里面放了一小坨猪油 然后先化一块 今天家里只有宽面了 哇 这还不软 一勺 来 哇塞 今天的牛肉面 太爽了 我今天一天的碳水都留给他 不得我早上吃的面包 好趴 嗯 嗯 嗯 有点管子里面的感觉 我觉得你之前的都没有真的这么趴 真的吗 嗯 刚刚稍微煮了半个 嗯 太棒了 我慢走了30分钟才走了1.24mm 但是我的心跳好像要保持在120还是130以下 反正没有超过 半个小时才260的卡路里 准备进去拉伸一下 所以我们会确词到厚比较稀释 把它调整直到全都有 嗯 我不知道耶 喝一个这个玉米茶可以就是稍微消肿 然后它这个上面写说它是没有咖啡因的 其实喝一点可以 主要每天喝很多水 然后喝那种没有味道的水 就很难受 香香的就有点像大麦茶的味道我觉得 你不想喝我的吗 不知道你那种吃 你不喜欢我的 脚臭味 哪里是脚臭味 茶叶在哪里 一个一个来还是平着铺开就行了 平着铺开吗 好像都是说的是总之不能放一颗 一个里面然后好几个 然后到时候它发苗了以后 你就选一个状的那个 然后把家的剪了 那剪到剪了就行了 发第一个这个 Sweep Pea 去年你们不是很成功 今年一代成功 这个可以多种 种个四颗吧 好 哇这么大 六个 对就这样稍微按 我现在觉得它都没湿得妥 好 好看呀 嗯 去年我们也种了这个Sweep 100那种 樱桃番茄特别好 它是这种的 最后盖一层土 今天先发这么多 因为有很多都是 季节还没到 对 可能要三四月才行 所以发一些些看看吧 我们这已经是发苗的第三年了 有没有 对 去年有一些成功了 对 但是还是我觉得也不算太成功 就是成功率不高 对 可能温度什么湿度都没控制好 今天继续尝试 我告诉你 学这种东西是一辈子的学习 你学一辈子去了 OK 再喷点水 我去那个喷壶 你稍微帮我把那个排排喷干净 点好 脏啊现在 它这个下面有一个接着的 所以水多了会漏下去 做点成功 很容易 有一点 那边就觉得 见心期 四 四 哦 在桌上呀 视频已经搞定 这时候文休息了一下 刚才我跟迪伦出去了一趟 然后顺便去买了一个奶茶 反正是冬瓜柠檬茶 之前我喝过一次之后 我觉得很好喝 然后每次都买 对 这么一说 我准备买个冬瓜茶的茶砖 这样就可以自己在家里面煮这个 OK 剩下午快四点了 可以放松的看一下电视 我现在看到我们的桌子 好乱 超级乱 等一下来收吧 煎中午特别想吃水饺 所以我给自己拌了一个中水饺吧 好香 然后要蒜泥啊什么的 我之前穿了一件白色的衣服 然后再吃这个 还榨了一个这个雪梨黄瓜汁 点一个厨房吃吧 我现在刚刚到whole foods 家里牛油果没有了 他想要买一个燕麦奶 我可以自己打拿铁喝 快速给大家看一遍 我都买了什么碗 买了一个这种muffin的面包 还蛮健康的应该 早上想吃那种咸口的三明治的时候 可以自己做一下 我买了一个这个 名字是这个 然后它有点像那种鸡蛋面包 我看上边写说用这个做french toast 特别好吃 周末的时候可以试一试 然后今天我又看到这个 consider这个蛋了 所以赶快买了一盒 我先来看一下 都是好的 看还不错 然后买了一个这个old milk 然后买的是这种barista版本的 应该就是专门拿来做拿铁的 买了一个咖啡豆 因为我们家的快喝完了 cream and caramel口味的 我就喜欢这种 我不太喜欢那种citrusy的口味的 今天主要是想要去买一个puff pastry 因为我想说之后要过年了 我还想做一点那个蛋黄酥 可以把它们装起来 然后送给铃鸡 感觉比较方便一点 然后家里面只有一盒trader Joe的 然后那天去他们已经不卖了 然后它居然是就是素食的全vegan的 就是很多它的成分就是很干净 whole foods里面本身的那个 好像是12块 超级贵 classic的那个 如果这个做出来不好吃的话 我就留着自己吃了 如果做的话一次多做一点 买了点牛油果 还有我的辣酱 这个辣酱我之前吃完了 今天去买了一点 买了一个这个halo top的冰淇淋 其实因为他们家就是卡路里很低嘛 但是我之前吃了呢 我都觉得就吃起来有的时候 很想吃粉笔的感觉 就是很恶心 我看有人说这个peanut butter味的 比较好吃一点 所以我想说那就再给他一个机会试一试 买了两瓶这个kambucha 买了一个这个韧胜纹的油 我自己用的是胶韵湿的那个身体乳 加上一个油一起用的 然后我的那个油呢要用完了 所以呢我今天看到这个就买了一个 我知道这个也就是擦一个心理安慰 我就当就是身体乳在擦这样 ok 没了 结束 大家早其实不早了 现在已经快一点中了 今天周六 然后刚才我做了一个瑜伽 现在准备加个餐弄一点点酸奶来吃 其实我本来有点想要吃中饭了 但是呢约见迪伦上班 他大概可能三点就会回来 然后我就想说等他回来了 然后到时候再一起吃 但是孕妇撑不到那么久吃饭 所以我就想说自己先吃一点这些 这个超级好吃 上次跟大家推荐过 在后腹子买到的 里面有巧克力还有草莓 放几颗这个果干 加一点点这个奇亚籽 几颗蓝莓 最后再来一点点香蕉 今日份的加餐 全部都裹上酸奶 像吃甜点一样 这个Granola真的超好吃 它可能不是最健康的 因为里面还有巧克力颗粒 然后稍微比较甜一点 但是就像吃甜点一样超满足 回家吃 现在3点42 这算晚餐吗 我这个已经重到 太饿了 你慢慢吃 这周的团购 大草莓 天呐 还买了两盒樱桃 因为我就觉得樱桃很甜嘛 不太敢吃 但是我那天看到一个 8种DGI的水果 里面居然有樱桃 就是车里子 豌豆边 这怎么越来越少了 印象中应该是那种 有点苦苦的那个菜 健康 还有点西兰花 这个真的是我不知道中午要吃什么 或者晚上想要加点蔬菜的时候 西兰花 这个切出来像一朵云一样 好可爱 今天早上准备要做French Toast 这草莓超大一颗 好漂亮 蛮长的 哇哦 这个French Toast 那可不是没了谁了 你看那个草莓 嗯 尝一尝 别人太草莓 嗯 可没可以拿刀 你要刀嘛 不用 嗯 非常美 咱们去点 好 稍微换了一点点妆 前两天的时候 迪伦嘴巴里面长了一个溃疡 然后我们两个都是那种 我从认识他到现在 我们两个都没有长过溃疡的那种人 我还在嘲笑他 结果两天之后 我在一模一样的地方 也长了一颗溃疡 但是我觉得我的是 可能吃东西的时候 不小心咬到了 然后那个地方变成一个伤口 然后它才变成溃疡的 我也太懂 但是就在一模一样的地方 所以我想说难道溃疡也可以传染 所以就很痛苦 这两天吃饭啊 刷牙什么的都很痛苦 他就在我这个地方 我上粉底的时候 按到这里 里面都会痛 哦 没想到得溃疡这么痛苦 迪伦已经在院子里面等我很久了 因为我们说今天要搞一搞 就是院子里面打扫 他刚才已经把外面那个树叶吹了 因为我们隔壁邻居家的树的树叶 全部落在我们的院子里 也不是全部啦 但是差不多有一半 我们前两天买了两颗那种小草莓 所以我们准备给他们找个地方种下去 好快啊 这就要春天了 然后就要开始播种了 我来啦 我干嘛 你帮我摸那个草莓呀 好 那找一个盆儿吧 给我来两只 在土里面加一点点营养 就好 我给你帮我做一个鞋子 因为你帮我做一个颜色 我去做一个鞋子 就是一个小的盆儿 开箱子 然后在土里面加一点点营养 你能做些什么 就能做什么 是啊 我可以做些什么 我们搞完了花园 然后我跟现在外面贴着粉色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手机好像好一点 拍不出来 不过天是就现在看到是那种粉蓝色的 吃菠萝的男子 车车我们本来在后院里面种东西 弄完了之后我们去把车库收拾了一下 从这年开始就是车库里面很多东西 然后我们就把车库收拾了一下 然后刚刚坐下来 我当时坐在那就聚困无比 然后我就去睡觉了 睡了一个多小时吧 然后我本来说今天要做香蕉蛋糕 因为家里面有两根 old banana 现在来做一个香蕉蛋糕 最简单的 叫做Banana bread出炉啦 面子二十 哇 牛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adal i know you don't get it but there's no need to fret it it's like